朋友們老師建議天野中心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人隊上圍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北方群島 好 那你就要講阿拉伯 這個口 講得太順暢了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在海戰來說 雖然他是海軍文明 但他其實實質上的海軍實力 並不是非常強勢的 那這個文明呢我覺得有點尷尬 原來他的漁船雖然很便宜 但是他的這個 戰艦的部分並沒有特別的能力 而且義大利人所有這個 碼頭的跟大學的費用減免 但這個漁船的升級 這個戰船升級其實是蠻便宜的 沒有像什麼金罐銀罐之類的東西 那麼貴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人玩海戰來說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有優勢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看他的火藥單我有減免20% 所以他這個 火槍啊 SEED還有火炮 都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但我覺得打海戰來說 都還是要注重這個海戰的部分 就是可能需要一些特殊單位 像什麼葡萄牙的這個 特殊戰船 還有這個血量加成 一個效果 像圍巾有這個圍巾大戰船 之類的 欸 怎麼運輸船 這怎麼會有一個HERA圍巾的運輸船 欸 一開始只有一艘船 沒事沒事沒事 好 所以也可以選擇打登陸 或是打海戰 好 那目前看起來 義大利人喔 還是走向 比較偏 打這個經濟流 就是漁船多出一點 然後把自己經濟拉起來 然後大部分人去伐木跟挖境 然後打出戰船優勢 好 義大利人的海戰可能還是要 偏向這種方式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維京人 維京人的話 在海戰來說 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他有這個維京大戰船之外 還有這個免費輪走技術跟手推車 讓他在前期 很容易打出這個戰船上的優勢 那我覺得HERA這邊選維京人 也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這次是維京人 這個金冠 維京狂戰士幫 可以增加維京大戰船的攻擊力加1 還有攻兵加1的能力 所以現在維京大戰船 會變得更強了一點 維京人的話 也比較適合 打這個海戰的部分 是因為他有這個金銳火炮戰船 所以火炮戰船到後期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存在 因為你要攻堅 把對方城堡拆光 然後登陸戰的時候 維京人是蠻適合的 好 那HERA這邊 把這個碼頭 蓋在後方 不是前方 那之前我們有說到 到底這個碼頭 蓋前面還是後面 那我仔細思考了一下 像這種地圖 其實蓋後方 其實比較好 蓋前方的話 其實有點在賭 你會打的你對手 那蓋後方的話 是比較偏保守 就是有點偏打經濟的概念 就是讓自己經濟性穩定起來 那對方如果要打一個快攻的話 前面繞不到 然後拖到時間 然後來到你後方 看到你的碼頭的時候 通常你眼睛有戰船 也能抵擋住 對方騷擾 所以我覺得海戰部分 可能大家要評估一下 自己的海戰實力 如果你是基金型的選手 當然蓋前面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是比較偏濃保守的話 蓋後方會比較好一點 那為什麼圍巾要蓋在後方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火戰船這個單位 圍巾人是沒有火戰船的 所以他只能出戰船系 那一開始戰船序數量沒有起來的情況下 是很容易被壓制住的 所以黑亞這邊選擇蓋後方 我覺得是相當聰明的一件事情 這有點算是小小細節的部分 那主要圍巾人了 到了城堡Style 才可以出這個圍巾大戰船 所以有點可惜 我覺得其實圍巾呢 可以讓他封箭時代 就做這個圍巾戰船 只是把他再弱化一點 就像有一點薩金特衛隊一樣 封箭時代就可以出 薩金特衛隊 差一根箭塔就可以出 只是數值差了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圍巾的大戰船 好像也可以這樣更改 讓他在城堡時代 就可以繼續沿用這個圍巾大戰船 而不是封箭時代只能出戰船 然後還要再考慮要不要生這個毒炮戰船 直接就走圍巾大戰船路線 可能會讓這個圍巾人 海戰打得更順利一點 沒有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獄 啊不是 沒有意外的話 圍巾人應該是要直接上直城了 我看到這邊臭名書來到了21村 漁船三艘 那這邊應該會再按個 大概3村或4村吧 應該在2村就夠了吧 2村或3村就可以上城堡Style 這邊其實漁船給的肉量是很多的 這邊運輸船其實兩邊 我們來看一下視野 稍微了解一下這個頂尖選手的視野是怎麼探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這個黑辣的視野 是看到這邊全部的一個位置 那也有看到對方馬頭在前方 那我覺得這樣地圖一開始給這運輸船其實蠻好的 可以讓玩家們自己選擇 到底要打快攻登陸還是要打海戰 那為什麼大家會說 為什麼平常不用這個模式去博爆 主要是因為 因為不這樣博爆的話 這樣博爆的話 大家說看起來這個壓力看起來很大 所以我就 我也覺得也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 觀看人體驗其實不太好 那就一片黑蠻蠻的 其實看起來這個比賽就會看得很有壓力 我還是覺得把這個地形全靠給大家看 也比較舒適一點 那我覺得這些高手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視野 都可以知道 大概對手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預防跟反應速度 都是他們比較厲害的地方 一般玩家的話 因為視野長不足的關係 被偷襲基本上就爆炸了 好 那這邊來看到赤猴直接上倒 但是第一時間被一個高打低 血量輸了 只能先撤退 好 這邊尼控這邊尋流尋得很棒 好 這兩艘戰船直接 好 開得出來 好 升到封建時代的Hera 這裡是沒有戰船的 一艘戰船都沒有 那我們剛剛有說 就是 維京人這邊應該是要打直層路線的關係 所以不會有這種 就是突然封建時代出戰船來防守的一個打法 好 那這邊看起來是漁船要放棄了 好 那這邊升級好像稍微有點miss掉 沒有第一時間點城堡賽 好 那可能多按了一吋吧 感覺好像只要24吋就可以上了 他這樣按了從22吋多按了3吋25P 算是比較正常的開局方式 但感覺有捕魚的情況下 24吋好像微技能是ok的 好 由於後方的碼頭已經被壓制了 這邊在追逐漁船的關係 在前面補下了兩個碼頭 好 這邊看來勢必還是要打海 那維京人這邊打海的話一個細節 就是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馬上去把這個戰船 放在碼頭裡面 然後先去把這個數量逼起來 然後記得要點這個一攻 跟二攻的傷害 因為維京大戰船是吃得到這個 遠程傷害的 像這個戰船一樣是吃得到的 好 這邊有蓋好一艘碼頭 但是兩艘沒有蓋好 這個碼頭 只蓋好了一個 有點可惜 好 待會就來看一下 黑拉要怎麼發揮戰船的實力吧 這邊看到馬 這兩隻馬在追逐 海灘賽跑 這邊應該是要上船 上船閃人 好 來看一下黑拉到底看到了什麼 好 這邊看到了 有一些挖進的村民 然後經濟上來說也蠻正常 好 看起來就不是直層 可是其實黑拉看到戰船的時候 應該下一次就知道對方 不是直層了吧 因為戰船出這麼多 要直層也很困難 好 這邊有可能是在看對方是不是 有把一些村民偷渡到自己島上之類的 有可能 好 太確定 因為高端選手想法有時候 多謀不定的 好 這邊點下了 織布技術 稍微把血量拉一下 這個有點在偷科技喔 就是偷一些經濟啦 不能說偷科技 因為你在封建時代不點織布的話 好處就是可以多按幾村 然後上城堡時代 好 經濟會稍微再更好一點點 因為你點一個織布 就等於說少了一村的概念 好 這邊點下圍巾大戰船 OK 這邊也補下 但是射擊還沒有點 現在非常缺肉 由於這個漁船全容被弄光了 只能點一擊射 這邊需要補血肉的話 可能就要撒田了 但現在撒田的話 其實經濟會沒有那麼好 還是趕快把這個果子吃了 然後再靠買賣 或是把這個牛吃得乾淨一點 然後這邊後面也可以開始出漁船 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三艘維京大戰船 配上後方的兩艘 數量開始集結 這邊路過看到對方在蓋碼頭 這邊可能要趕快把這個 維京大戰船給射出來 不然這個數量太多 其實對手會很難處理 因為對方還在封建時代 好 這邊果然一看到戰船出來之後 馬上就撤退了 沒有想要硬打 但黑雅這邊要趕快把這個碼頭蓋好 OK 馬上補兵了過來 好 待會這個碼頭可能要再修一下 因為這個碼頭爆了其實也是蠻麻煩的 才會少一些木頭 而且不能把這個船放在裡面 殘血的碼頭就 功能就會減少 裡面要能放船 才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黑雅這邊是雙TC慢慢農 那這邊其實它的肉量是非常吃緊的 要不斷村然後要按站船 這個經濟非常的嚴苛 但是一上到城堡時代 它現在有手推測技術的關係 所以經濟來說算是比義大利人還好的 義大利人這邊補下了二級射 跟這個奴炮戰船升級 好 這邊升到奴炮戰船 可以啦 這邊沒有二級射 可能要稍微退一下比較好 哇 這邊戰船一出來 可能要送掉 這裡要硬打了嗎 這裡補硬打的話有點虧喔 因為這個前面兩艘戰船是跑不掉的 哇 這個圍巾大戰船射的有點歪啊 尷尬 數量打不太 現在六艘打十艘 後面又補了三艘過來 因為啦 現在完全被壓制的狀況 戰船只能四處逃竄 只能稍微邊走邊打 收了幾艘戰船 讓自己不會虧損的那麼嚴重 這邊再趕快射一下射一下 好 那圍巾人這邊是只能選擇撤退 一大一人現在拿到了非常大的優勢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前期 是有出漁船喔 所以像這個漁船的紅綠一直在吃喔 一直在捕魚 所以經濟來說是比 圍巾這邊肉類是更多一點點的 圍巾這邊肉類已經燒到灑田喔 因為畢竟漁船這部分是還沒有拿下主 算是主導權吧 所以需要還是要在後面補一下 這個馬陀出來 繼續產出自己的圍巾大戰船 那這邊是想要繞到後方 看對方有沒有在後面補魚喔 因為畢竟這邊打不贏的話就逼低 很明確的目標 好 圍巾大戰船繼續升 那這邊農鐵也要先灑一些出來 待會2TC不斷穿 然後趕快補下二級射 好 圍巾大戰船在後方直接射歪 沒有射死這隻村民有點虧 後方兩個碼頭也在製造戰船 那打海戰來說的話我是比較不擅長的 所以有些海戰的細節 可能沒辦法補充得很好 但大致上知道海戰會怎麼打 但自己用說的跟實際打真的是兩回事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喜歡打海戰的一位玩家 所以遊牧我也不太喜歡玩 所以玩起來有點累 而且有點偏娛樂性質 好 那這邊看起來五艘戰船做不到任何事情 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要不要回去 去偷正面的這些魚船 這魚船趕快去偷一下 畢竟剛剛視野也是有看到 它正面是有這個魚船 那這邊來這邊跟這個四艘 我已經大戰船做一個集結 可能會不錯 好 這裡面再去屯船 好 這邊大雙船全部直接跑走 好 這個碼頭讓你打沒有關係 好 這邊補下二級色 下面這邊要做個包夾嗎 好 沒有 這邊只是做追擊 好 那左邊直接逼到了魚船 好 沒有先打魚船 先打戰船 可以可以 這邊觀念非常好 這邊有時候我都會想要偷點魚船 然後就很容易打輸 那這邊有先打戰船的話 其實就不會這麼虧了 好 這三艘還在追 上方來的正面更多的戰船 好 我已經大戰船 硬抗這些傷害其實有點傷了 好 這裡總共八艘打四艘 應該是打得硬的 但這邊怎麼打到運輸船 好 這邊趕快秀一下操作 好 把這個戰船全部打爆 OK 二級色生蠔之後 傷害真的明顯上升很多 OK啦 慢慢把自己的戰船 又是打得出來 上方的戰艦也在追擊 魚船 這個魚船快要擱淺的感覺 非常靠近陸地 好 這邊運輸船一直跟著魚船 趕快去往後探 好 正面稍微壓制住之後 戰船就開始控碼頭了 先把對方的碼頭射光 之前也可以稍微拿到一些優勢 好 那前面再補下更多的碼頭 OK 可以啦 這邊慢慢把自己的經濟打回來囉 這邊再補下一級農 第二輪的農田灑下去就不會這麼虧了 木材消化就不會這麼嚴重 好 13艘圍巾戰船 哇 這數量有點多 7加2 只有幾 攻擊力9攻欸 傳寶時代9攻的工兵 傷害多高 雖然奴炮戰船也是7加2 但他這個箭矢數量很多 看起來就是比較強 好 鬼基大戰船來到17艘數量 喔 這邊自爆船居然炸到囉 我剛剛想說應該不會直接放出來 結果還直接放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鬼 弩炮戰船 開始要來集結 重新集結 要來奪回海上控制權 那黑亞這邊並沒有偷經濟喔 很順暢的開出自己的3TC 也沒有在居停兵喔 就是如果這個情況下停兵的話 其實蠻虧的 哇靠這裡又炸到了 炸了兩波 停兵這時候是會有點危險喔 但如果停兵的好處就是 這個時間點可以偷偷點帝王 但這邊點帝王時間點 是有點偏早的 村民數有點少 可能還是要到八九十村喔 再點帝王會比較好 這個時候通常我都想要斷戰艦 但黑亞卻沒有 那就是 直接玩家的實力嘛 觀念非常好 所以有時候看他們打這些地圖 跟海戰的時候 都可以學到一些新的知識 然後自己在打的時候 就可以去 修正一下自己海戰的弱點 因為有時候碼頭被摧毀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打 發現黑亞他這樣打 確實可以拖到對手的一些時間 如果對手不打碼頭 就可以再繼續在這個碼頭 偷產一些戰艦出來 但是需要一直狗 就是不能 輕而易舉的就放棄了 我每次覺得海戰要打樹 我就想要打登陸 然後登陸一打 才發現看對面戰艦支援過來很麻煩 但是如果你登陸的地區夠深入的話 還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但取得代之的是你的延安地區 也會被騷擾 也是會很麻煩的 我覺得打海戰的話 那打有海地圖還是打海戰優先 登陸戰的話 其實有點需要看狀況 那這邊點下了這個彈道學 戰艦往上走 這邊義大利人補下了寒海技術 那寒海技術是可以增加船艦護甲-1 運出船可以再多加5的輸帶量 這邊防禦多加A變成6加1的防禦力 遠防7 我已經大戰船射一下只有兩滴血 但是由於箭矢夠多 所以這個防禦有剩跟沒剩一樣的感覺 我已經大戰船拿到極大的優勢 直接屌射射光這些奴號戰船 哇尷尬了 尼控這邊分兩隊反而被抓包 好 黑拉這邊直接派了一隊下去 想要看下方的核道有沒有戰艦 結果一看到 哇有 哇這中間居然好像是天空熊啊 黑拉的醜名差點死去 血量只剩6滴血 好 這邊二艘圍巾戰船 走路過來 噢 箭語齊發 非常漂亮 OK 這邊是想要先控一下這邊的港口 黑拉這邊沒有去按生旅嗎 剛剛講完就按了 因為這個時間點應該差不多按生旅喔 去撿一下生物比較好 好 然後點帝王絲帶 OK 那尼控這邊是稍微有偷經紀的喔 很明顯要戰船喔 並沒有一直按 好 點了這個 帝王絲帶 那黑拉的醜名是到100吋的時候點帝王 尼控這邊是80吋 所以沒有點輪走技術 所以可以再更少 上一下這個 帝王絲帶 那尼控這邊要先趕快把輪走點完 再點手推出 經濟再讓更好一點 好那這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你不打海戰的話 你的延安地區都會被騷擾 就像這樣子喔 會很麻煩 對還是先打海戰為主會比較好 好 黑拉這邊延安地區騷擾 但由於沒辦法找到對方的戰艦的位置喔 所以這邊打一個看到對方在挖金黃的地方 其實是不錯的 多少少可以射到一些村民 所以這邊 維京大戰船的射房子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你看這個血量 哇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電死太多發 好上方的戰艦稍微有點尷尬 因為都是殘血的維京大戰船 這邊反擊可能會有點打樹的狀況嗎 好那尼控這邊很順利的 點下了自己的帝王絲帶之後 馬上補下重型奴化跟強力護腕還有化學 那由於這兩個科技 碼頭跟化學都特別便宜喔 所以他這邊可以馬上補下所有科技喔 這個是義大利人最強的時期 他的唯一優勢喔 就是上帝王時代初期喔 就是上帝王時代初期喔 是有強大的 這個馬上補科技的效果 但是只要過帝王時代大概約兩分鐘之後 義大利人的 改戰優勢喔 基本上就要消失殆盡了 那維京這邊就可以再升級 維京大戰船 精銳的那種 會再更強大一點 那數值部分我記得是 八弓起跳吧 然後加化學跟拇指環是不是 不是拇指環 維京大戰船跟強力護腕三級色 化學不到會不會遲到 我記得會喔 所以這樣子應該是 8加4十二弓喔 維京大戰船 然後後續還可以再補上這個 船屋嗎 藍海技術之後的船屋科技 可以提高這個戰船的速度 但這科技有點貴喔 跟一個帝龍時代差不多的價格 因為肉量我記得是要1000肉 非常多 還是好像有改了喔 這次大改版好像有改 改成600肉400黃金而已 想起來 好 這邊維京大戰船升級好 8加3 化學也補下去 OK維京大戰船直接不打正面 這邊是有個城堡 所以讓你後面要把清了一舉的 從這邊走過去 好我記錯啦 船屋應該是 應該是造船員才是要1000肉的吧 造船員的話是可以減少 20%的這個木材船隻的消耗量 而且見到速度可以提升35% 所以算是 海軍版的強制增兵的概念 所以這個造船員也是蠻重要的 但是很貴喔 要1000肉跟帝龍時代一樣 好這邊直接抓到米控的大量的漁船 哇這裡很有違京人的味道了 直接掠躲漁船 你的魚就是我的魚 我的魚還是我的魚 來違京人 哇這個自暴船 哇炸了一波 但是沒有升級喔 所以傷害其實有點尷尬 並沒有那麼的漂亮 好這邊補下了火箭技術 火箭技術補下之後 箭塔跟城堡的傷害 對船隻的傷害都會再提高一些些 好 尼控這邊想要死守 在自己家正門的這個漁港 補下一些火箭戰船 先來拆碼頭 碼頭拆完之後 再去拆這個城堡 好 那有化學的圍巾黑老 也是可以出火箭戰船 好那每一個碼頭都要小心翼的靠近喔 因為裡面都有可能會藏一些自暴船 不然這個爆破船都有藏在裡面 OK直接出來 黑老沒有看到 但尼控也沒空 直接爆開 OK這裡再補下這個增兵技術 好 不是強制增兵 強制增兵是馬來的 金冠技術 呵呵 好 欸 那這個增兵技術有會吃到碼頭啊 有點忘記了 造船也會增加進兆速度 這個增兵技術也會嗎 他只是先補 待會可能會打登陸戰 或是要產巨頭 有可能 那維金人 比較可惜一點是沒有火炮 所以打海戰的時候 要打登陸戰的時候 你要帶一堆火炮戰船 你要把像這個中間地區喔 直接產火炮出來 好 不然有火炮 我跟你講在這邊產火炮 其實也是蠻難產的 好 這邊東東點下狂戰士幫 鬼金大戰船傷 會再多加一 變成13貢傷害 哇 13貢然後打一個 爐炮戰船 遠防9 打一下有4滴血 非常多 而且每隻箭矢都是 獨立的4滴血傷害 直接劍與奇發射光 好 自己的巨頭直接被拆掉 因為這裡面有一艘火炮戰船 這邊火炮戰船偷偷在打城堡 第二台出來 越來越多正面的 圍巾大戰船過來進攻 但後方圍巾大戰船 也要面臨對方 第二隊艦隊的來襲 火炮戰船想要逃 這邊稍微抖動一下細節 這邊依舊在打對方的戰艦喔 沒有先打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這邊直接被擊垮之後 你一空打錯了GG 第二波戰船過來 可能也打不太贏 因為這裡有23次的 圍巾大戰船喔 但這邊只有15艘喔 這裡火炮戰船被解密掉之後 弩炮戰船的數量 也不敵圍巾戰船的數量 直接打錯了GG啊 欸啊這邊 從逆轉勝喔 這我覺得是一個 學玩圍巾人 打海戰的玩家們喔 可以學的一個影片喔 所以你打圍巾戰船 通常都是前行會很劣勢喔 但是如果後期你能狗住的話 這個圍巾大戰船 就可以逆轉回來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細節喔 就是你要一直去捨棄自己的碼頭 然後前後蓋 然後一直去囤自己的戰船數量起來之後 那就是圍巾大戰船的世界了 這個狂戰四棒的傷害喔 真是補得蠻齊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以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圍巾人以領先蠻多的 哇靠真的是領先太多了 領先了總共快12000的經濟分數喔 木頭贏了快5000木 那食物贏了也快5000 黃金贏2000 那贏1000喔 那就是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走技術的威力嗎 不然封建時代到城堡時代這次 感覺義大利人一直在壓制黑啦 但黑啦這邊由於是有點偷經濟的關係喔 那也知道該和時尚地龍時代 也沒讓自己的經濟過得太早 一直有把自己經濟最大化喔 那我覺得海戰圖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規劃 跟阿拉伯的經濟規劃是差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打海戰的玩家們喔 可以多看一些黑啦的他們這些影片喔 可以學到一些優質的經濟配置喔 讓你海戰更有威懾力一點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喔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